第0691章 《入城之路》这句话 让76号稍感压抑 看来审核者不止一人 不过400年的磨练 早就让他学会了 如何隐藏情绪 更何况 只要心念一转 身体就会和意识玻璃开来 单靠冷不丁的突击询问 很难使他露出破绽 76号先是装出惊讶的模样 随后不情不愿地 从一袍里掏出戒指 犹豫了许久才说到 他是我从黑钱里偷来的 与此同时 他心里对女巫联盟的评价 又上升了一个等级 开始认为 他们的迎接太过随意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一名女巫能够鉴别谎言 还有一名具备透视能力 这已经算是足够谨慎了 黑钱 绿色长发的女巫 拿起他手中的戒指 仔细端向了一会儿 这似乎是颗魔石 但看起来又不太一样 76号心里 顿时皱起了眉头 他们居然还知道 魔石的存在 这一下就有些麻烦了 虽然他的激活方式 和普通魔石不太一样 但只要琢磨一阵子 迟早会发现他的作用 必须得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开 这种东西 他可没有第二个 黑钱 便是我以前所待的 那个地下场会 二经常拍卖一些 从古代遗迹里发掘的东西 老板常说 他们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越是新奇的东西 就越受买家欢迎 除此之外 他们偶尔还会拍卖 拍卖 什么 温蒂问道 拍卖女巫 76号低声道 听到这句话 四人脸上纷纷流露出了 不加掩饰的怒意 放在戒指上的关注度 也随之少了几分 显然他们 都对把女巫当作奴隶 来买卖一时深恶痛绝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 辉宝的女巫组织 不会认同罪新城的做法 76号没有说谎 我就差点被黑钱 拍卖给贵族了 艾米复合道 还好大使先生救下了我 他们早晚会得到报应的 金发女巫 冷声道 那没戒指 76号装出怯生生的模样 虽然爱个杀小姐 一定会对这东西充满兴趣 不过 还是等你先熟悉了 吴东城再说吧 绿发女巫耸耸肩 导演没有据为己有的意思 又将戒指放回了他的手中 76号微微一愣 爱个杀 这个名字听起来颇为耳熟 似乎在哪里见到过一样 我保证 你们不会再遇上这样的事情了 温帝安抚道 在吴东城 没人敢打你们的主意 罗兰陛下坚信 女巫和普通人 共同生活的时代 很快就会到来 到那时 不只是徽宝西径 整个王国都不会有人 再是 你们为魔鬼的爪牙 真的会有那么一天吗 断肩半信半疑地问 当然 女巫联盟就是为此 而建立的 温帝笑道 总之 我先带你们去休息的地方吧 76号缓缓挪到担架上 被水手们抬出了船舱 离开帆船的那一刻 他终于看到了码头的全貌 漫天飘舞的大雪 也没有让城市冷清下来 数十人沿着码头椅子排开 清扫着地面的积雪 更远处是靠岸泄货的古怪货船 就像艾米所说的那样 他们没有高耸的桅杆和风帆 却能在河水中来去自如 那些船好像并没有讲了 而且 怎么像是石头做成的一样 女巫们压低声音 一轮纷纷 而她分明看到温帝脸上 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那种笑容 即使透过风雪 也依然蕴含着暖意 然而 令76号大赶 新奇的地方远不止这一处 随着一行人进入城区 武东城的景象 一点点展现在她面前 这座新王 都和她所见过的凡人城市 或是联合会圣城都不相同 宽阔坚实的街道 笔直的就像是一条黑色树线一般 无段落下的雪花 根本没有影响道路通行 积雪被有序地堆到路面两旁 看起来仿如一座座洁白的小土包 显然是为了美观而种植的大树 整齐排列 光秃秃的树干上 还挂起了缤纷的彩带 可以想象 剩下石节这里应该是绿树如荫 头顶交错的枝丫 恰好构成了天然的遮阳棚 一栋栋四四方方的砖器住宅 并排而立 几乎都是一样大小 除此以外 76号竟然连一间平房 或是破旧的茅草屋都没有看见 明明已是邪魔之怨 但城市里 依然有许多冒雪前行的人影 不少人与她们擦肩而过时 还会停下脚步 向那名黑发女巫点头问好 她们的表情 真挚而热情 完全不像是受到权力压迫 勉强做出来的样子 这一点令她最为在意 她还是第一次亲眼目睹 女巫和凡人平等相处的景象 虽然听闻在第一次神异之战时 女巫和凡人 也有过那么一段互不干涉的日子 但那毕竟是八九百年前的事情 而且这座城市 似乎还要更进一步 不只是分城而居 而是相互融为一体 罗兰陛下坚信 女巫和普通人共同生活的时代 很快就会到来 她脑中忽然回想起温帝的话语 原来这并不是一句话玩笑话 在吴东城中 以阴阴有了实现的趋势 长达一个多月的航行途中 她已经对徽宝四王子 有了一定的了解 从默默无闻的边陲领主 到万众主墓地 一国之王 如果前面 还只是凡人之间的低级战争 那么最后击败 拥有诸多神罚军的教会 或许可以证明她的强大 难道这一切都跟眼前的现象有关吗 如果不是顾及着装病 76号几乎想要坐起来 仔细观察这座城市了 按照帕杀的说法 他们迟早都要和凡人打交道 为了战胜魔鬼 可以暂时将联合会的过去掩盖 毕竟大敌当前 他们又无法轻易离开迷宫遗迹 想要在短时间 扭转坠星城留下来的 烂摊子并不容易 而女巫只要能延续下去 总有一天 能重现塔奇拉的荣光 在这一点上 阿卡利斯大人和纳塔亚大人 都持有一致的看法 已达使者楼后 76号和英雄 被重新抬回了床上 另外 三名女巫围着熊熊燃烧的壁炉 兴奋地谈论着 一路上的所见所闻 毫无疑问 在短时间内 乌东城就已经给他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没过多久 温蒂带着一名小姑娘 走进了房间 这位就是娜娜瓦 无论是心伤还是旧疮 她都能置语如初 断腿也行嘛 艾米迫不及待地跑到床边 揭开盖在英雄身上的棉毯 不行 小姑娘伸手试了试 缓缓摇头道 除非你们 还保存着她的断腿 整洁肢体丢失的话 我只能结合 而无法重生 你是说 必须要给她找两条心腿才行 嗯 最好是刚切下来的 娜娜瓦认真回答道 明明是志气未泯的声音 却让在场的女巫 不约而同 打了个寒战 第0692章 出显的希望 娜娜瓦 温蒂 称怪地瞥了她一眼 我说的是真的吗 不只是断肢结合 陛下 还让我做过许多试验 比如把大公鸡 和灰鹰的翅膀互换 看看能不能 让鸡也拥有飞行的能力 还有青蛙和老鼠的四肢 奶牛 和绵羊的身体之类 小姑娘掰着手指说道 四名女巫倒吸了口凉气 76号 却对她的话充满了兴趣 充分研究能力的奥秘 而不是畏惧和躲避她 显然颇有探秘会成员的形式风格 难怪这位国王陛下 愿意接纳女巫 光从这点来看 她至少不是一位 顽固刻板的守旧之人 结果呢 她忍不住问道 一开始 大多数都失败了 不过陛下 让莉莉也加入试验后 成功率上升了不少 只是结合后 肢体基本失去了作用 害我还得把它们再接回去 娜娜瓦顿了顿 那 忘了说 这些都是一种接拨 如果是同一种动物间的互换 这好后 几乎看不出区别 所以你们如果有两条腿的话 嗯 嗨嗨 请不用在意 温蒂捂住了小姑娘的嘴 关于腿的事 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 虽然需要一阵时间 但英雄总有一天能够站起来 你们就放心吧 众人面面相觑 一时间都不敢开口接话了 总之 先把你们这位朋友的伤知好再说 温蒂哭笑不得地 拍了拍娜娜瓦的脑袋 快去 76号连忙装出三分期待 七分惧怕的复杂神情 望着小姑娘走到身边 将双手按在断腿上 胸口的戒指再次发热起来 她忽然意识到 自己遇上了一个麻烦的问题 那就是接受治疗时 到底该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76号不清楚 靠魔力愈合粉碎的骨骼和关节 会给身体带来怎样的感受 是疼痛还是舒缓 抑或是什么感觉都不会有 她现在应该放声大叫 还是咬牙低音 还没想好答 小姑娘已经收回了双手 你的腿好了 接下来轮到胳膊了 她试着抬了抬断腿 发现果然已经活动无碍 不一会儿 扭曲的手肘也恢复了正常 你的精神很不错呀 娜娜瓦奇怪地看了她一眼 一般人在重疮愈合后 大多会陷入昏睡之中 连哈欠都不打的 你还是第一个 76号的心顿时一沉 装作不知所措的 无恙回道 我 我只是 不过沉睡只是身体的自然反应而已 马上叫醒来 也不会有什么损害 你不用担心 小姑娘打断道 长期没活动过的话 一开始可能会有些不习惯 过两天就好了 是 是这样吗 谢 谢你 还好此刻担任审查者的金发女巫 不在 76号偷偷望了温蒂一眼 发现她的注意力 并未放在自己身上 而是在一旁陪着英雄相谈 心里稍稍松了口气 你真的好了吗 艾米关切地问 76号 抬起原本折断的右手 向她挥了挥 嗯 已经痊愈了 娜娜瓦小姐的能力 真是不可思议 见到此景 其他女巫眼中的顾虑 也消散了不少 艾米更是咬咬牙 走到温蒂身旁 搭着她的衣袖道 请您用我的腿 给英雄治疗吧 什么 温蒂明显一愣 我的 能力是自我愈合 如果截断双腿的话 说不定还能长回来 不 艾米 不要 英雄急忙道 你以前受的都是轻伤 万一长不出来的话怎么办 我愿意试一试 她坚持道 艾米 劝劝她 艾米 不要说了 就算你让英雄站起来 她也会难受很久的 可是 好了 你们不要争了 娜娜瓦忽然开口道 或许还有一个方法 可以治好她的双腿 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望向了她 我今年已满16岁 过两年 就该成年了 成年之后的能力 会得到大幅强化 或许那时候 可以直接令整洁断织重生 她抿了抿嘴 另外 还有能力进化 说不定让你多长两条腿 都没有问题 能力进化 那是什么 艾米瞪大了眼 就是体内的魔力发生凝聚 变成全新的模样啊 你们都没有见过吗 娜娜瓦德一道 总之很厉害就是了 只要好好读书 你们也有机会 进化出新能力的 听着小姑娘 兴致勃勃地讲述 76号 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如果她没理解错的话 对方口中的进化 正是高阶觉醒 但她又觉得自己 像在听天方夜谈一般 女巫联盟 居然有好几位高阶女巫 而且还都是 近两年内出现的 这怎么可能 高阶女巫 可不是农田里种的麦子 拨下去多少种子 就收获多少麦穗 每一位 晋升的觉醒者 都是联合会宝贵的财富 天赋 勤奋和运气 缺一不可 就连她在没有 转化为神法武士之前 也只是一名 普通的战斗女巫而已 为什么娜娜瓦却觉得 大多数人 一定能进化一样 只要好好读书 就能进化出新能力 这种言论 简直是无稽之谈 虽说经历的事情 越多 见识越广播 的确 可以使顿悟的几率 稍微提高那么一点 但也就是把千里挑一 变成千里挑二罢了 倘若真那么简单 联合会 又怎么可能遭遇近百年 都没有一人进阶的 低谷期 并在神异之战后半段 疲态尽险 但是 面对一群连高阶觉醒 都没听说过的野女巫 那娜瓦 有必要说谎吗 如果不是碍于普通人的身份 她真想代替安妮等人 向小姑娘探寻真相 至少可以肯定的是 女巫联盟中 确实存在高阶女巫 不然对方不可能 对此说得头头是道 但高阶女巫的数量 应该是夸张的说法 又或者一些能力强大之人 都是联盟 高层 与新生的女巫接触较少 以至于这名 应该刚觉醒不久的小姑娘 错把一些高层 当成了晋升者 一想到这点 76号 便觉得心里振奋不已 或许她真有机会 在吴东城 找到那名天选者 第0693章 理想香 晚餐是侍从送上来的 还没揭开盖子 安妮就已经闻到了 令人蝉咸欲滴的香味 铁盒里放置着厚厚一碟 烤的金黄的面包 一看就知道 是用去皮的精致 麦粉揉捏发酱成 除此之外 还有一小包黄油 和一壶肉汤 分量足够五个人享用了 勺子 碗碟等 都在厨房木柜里 明天还会有早餐送过来 所以不用留着食物过夜 侍从有条不紊地说到 在没有获得正式的居民身份证前 请不要随意离开外交楼 另外 地下室禁止进入 想要练习能力的话 可以前往顶层天台 一楼设有服务间 我就睡在那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 请随时来找我 这里和旅店不同 所有服务都是免费的 五人听得一愣一愣的 直到对方攻身离开后 一时半会 仍没有回过神来 这就是大贵族招待方式吗 简直跟戏剧里演的一模一样啊 艾米第一个感叹出声 就是台词有些不对 比如 断剑和英雄好奇道 像是尊敬的阁下 很荣幸为您服务之类 一般都是这样开场的 我们又不是贵族 他自然不会那样说 76号轻笑道 不管怎么样 先吃东西吧 我肚子已经饿扁了 说的也是 众人齐齐吞了口口水 不妙 这是挥宝国王展开的蜜糖攻势吗 安妮心里涌起了一股担忧 看起来像是拉拢之举 可女巫联盟的负责人 却连他们的能力都没有过问 这前后矛盾的举措 让他难以判断对方的意图 如果只有他一个人 还好 现在身边多了四名同伴 他必须更加谨慎 绝不能再犯下以前的错误 毫无疑问 最保险的方法是 远离西境 教会如今宣告负面 最大的敌人已不复存在 只要找到一处 靠近大城市的村庄或小镇 他们便能隐藏身份活下去 就像在晨曦时那样 可惜这个方法 现在行不通了 看着76号摇摇晃晃地走到桌边 他不禁叹了口气 不管怎么样 女巫联盟确实拥有 治愈伤残者的能力 杨树的前景也颇为诱人 如今看到了 让英雄重新站起来的曙光 他自然无法再带着 四人一走了之 罢了 先填饱肚子吧 安妮把一块 涂有黄油的面包 放入嘴里时 顿时感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懦软香甜 充满了口腔 细腻到没有一颗杀力的面包 几乎一咬就化 无需多做咀嚼 便能轻松流进喉咙里 该死 这蜜糖公事 也太凶猛了点 脑袋里虽然这么想着 但他发现 自己的手 已控制不住地摸向了下一片 一时间房间里 除了吃喝声外 几乎没人说话 直到铁盒里 只剩下些许残泻石 众人才长出了口气 我们以后还能吃到这样的食物吗 半见音音不舍地 把每根手指都隐系了一遍 应该 不大可能吧 艾米提起汤壶 将香浓的肉汤 均匀地倒入五个碗里 金灿灿的汤面上 还飘荡着些许青葱和圈圈油花 显得格外诱人 这种面包 应该是上层贵族才能吃得起的东西 我父亲最常吃的 也不过是粗面包而已 有粗面包吃已经很不错了 别忘了 我们出道晨曦时 想要填饱肚子 动难 英雄吹了吹热气 迫不及待长饮一口 接着从嘴里喝出一口暖气 意应中饱含着久违的满足 温蒂大人说 加入女巫联盟 会有很多好处 不知道包不包括食物呢 她走之前说 明天会带我们参观吴东城 和女巫联盟 到时候问下她吧 希望有就好了 听到伙伴们七嘴八舌的议论 女巫联盟可能 给予的待遇时 安妮心里隐隐升起种预感 他们或许会在这座城市中 待上很长一段时间了 洗完澡后 一行人早早地爬上了床 一套住所 有一个客厅和四间卧房构成 五人商量了下 很快决定了分房人选 安妮作为力气最大的女巫 自然选择与生活极为不便的英雄 同睡一张床 床铺十分柔软 一点没胃也没有 显然 这里经常有人打扫卫生 壁炉的炭火 只剩下几节细小的火苗 摇曳不定的昏暗光芒 将房间里的摆设 映在了洁白的石墙上 黑色的阴影轻轻摇摆 仿佛在随着窗外呼啸的寒风起舞 她将英雄抱进被窝里 随后吹灭蜡烛 发热的手掌 让大床很快暖和起来 英雄向她怀里挤了挤 轻声开口道 我们离开狼心 差不多已有一年了吧 嗯 如果从抵达晨曦边境的那一天 算起 接近一年零两个月 安妮点点头 那我们离开故乡有多久了呢 这个问题让她陷入了沉默 事实上 安妮早已记不清楚 离开家乡的具体时间 只记得 那是一座位于狼心西北方的偏远村庄 雨屋身份暴露后 她就不断地向东边跋涉 足迹遍布大半个狼心 直至被血压会出卖后 才在王都郊外停线下来 断剑和英雄也是如此 他们因为各自的原因 被迫离家远行 一路上历经磨难 最终在狼心城与安妮相识 才有了之后的结伴逃离 我差不多有五年了 英雄低声道 这五年里 我四处躲藏教会的追捕 几乎一刻都没有停下来过 在王都时 我以为终于可以不用再逃了 没想到即使失去了双腿 也依然得继续奔逃 安妮忍不住将她抱得更紧了一些 温迪大人说 这里是女巫的家园 我们真的能再次定居下来吗 英雄的声音断断续续 犹如窗外隐隐的风声 像是在问她 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不想再四处流浪了 安妮顿时感到眼眶有些酸涩 放心 我们会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你也能重新找回双腿 想去哪里都行 不是逃亡 而是闲暇的旅行 是吗 英雄停顿了许久 如果我一开始就生在灰宝 该多好 到最后 她的声音已细不可闻 安妮张了张口 她的孩子已经进入了梦乡 1069四张光柱 等到罗兰入睡后 叶英顿入迷雾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城堡 她的目的地是外交大楼 被夜幕笼罩的漆黑大地 在迷雾世界中 呈现出分明的黑白双色 利用扭曲的轮廓线条 她一跃数米 几步之间就穿过了庭园围墙 罗兰把这种行动方式称作闪现 还说是没有冷却时间的神迹 叶英第一时间就喜欢上了这个叫法 凤若闪电 静若幽影 忽影忽现 防不胜防 视为闪现 只是她不太明白后半句的 冷却时间是什么意思 不过这也是罗兰陛下的老毛病了 待在她身边久了 总能听到一些不知所谓的词语 出了城堡区 叶英没有按往常所走的坡道下山 而是直接在山坡边高高跃起 顺着天空中出现的线条 踏空而行 经过几个纵步后 直接落到了外交楼的顶层 这栋大楼 就建在城堡区和住宅区中间的地带上 包度为四层 恰好和城堡所在的小高地七平 也是妓女屋楼之后 第二栋混凝土建筑 她最初的建设目的 是为了软禁一些较为重要的犯人 例如 莱恩公爵的妻女 就被拘禁在地下室中 虽说是囚犯 但新住所的环境 要比之前的地牢好上许多 而且每天都有散步放风时间 按她的看法 简直是便宜 这帮贵族了 大概是陛下 觉得自己 可能没有那么多敌人 需要软禁 地上部分 变成了出来吴东城的贵客们的 首个落脚点 例如 王都炼金师协会 占星结社的 闲者们 以及霞丸海商都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由于外交楼里的房间 大部分时候都是空置的 加上与小区暖气系统相隔较远 所以仅仅只通了自来水 又因为居住者身份较为复杂 所以陛下还在此 增添了一支亲卫队 既能展现出对客人们的重视 也有着监视警戒之意 叶英自然不会选择走楼道 惊动警卫 她直接穿过顶层楼板 进入了狼心女巫们 居住的卧室 下午的审查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四名女巫的魔力气旋都很稳定 容量也无任何出众之处 算是最普通的那一类 至于内容问答 基本没有说谎 只有在谈及过去经历的时候 有些含糊 细微的口不对心部分 被她的分支能力敏锐地捕捉到了 不过这很正常 一路上受尽磨难 追捕 甚至更难以启齿地对待 都会成为女巫心中不愿提及的阴影 想要隐瞒是常人之举 如果只有这四名女巫来到吴东城 那么 她很可能又要多四名姐妹了 但令 叶英在意的 反而是那位被称作76号的普通女子 明明对方身上没有魔力光辉 神态 也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 但她始终觉得 哪里有些不对劲 之后 回想起来 才发现 让她觉得怪异的 正是76号毫无隐瞒的回答 叶英见过许多人 直到面临死亡时 她会逐筐到豆子一般 将所知的事情倾诉而出 而一名曾经的地下商会侍女 却在没有遭遇任何威胁的情况下 对初次见面的陌生人 坦诚相告 这样的反应 实在有些罕见 可她又无法据此判断 对方的身份有问题 毕竟76号没有说谎 没有说谎 意味着到目前为止 她谈到的经历和出身 都是可信的 另外 约扣 艾米和安妮的说法 也能相互印证得上 她的确是黑钱 展会的一名引路人 因为卷入女巫拍卖事件 还被约扣买下 所以 叶英决定夜探外交楼 在迷雾中观察76号的举动 如果对方真的不怀好意 这也是最容易露出破绽的时刻 她挨个穿过一间间卧室 很快找到了目标所在的房间 其他女巫基本已进入了梦乡 但76号的房里 还是亮着的 她正坐在床头 借着烛光 把玩着手中的戒指 看得出来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喜悦和沉醉 是因为戒指上镶嵌的美丽宝石吗 叶英走到床头 静静打亮着她的一举一动 而她 除了翻来覆去的欣赏戒指外 再也没有其他可疑行径 就像是一个手握宝物 兴奋地睡不着觉的信源一般 虽然那枚戒指上 闪烁着细小的魔力光辉 但考虑到展会中 经常会拍卖一些 不知道从哪里搜集来的遗迹之物 出现一颗这样的魔石 倒也不算奇怪 就这么过了半个时辰 直到对方欣赏累了 迷迷糊糊地垂下手臂 合上双眼 叶英才轻轻叹了口气 还难是自己多虑了 她最后扫了76号一眼 伸手碾灭烛火 转身穿过墙壁 喉咙到呼啸的风雪中 多彩魔石的热度消退下来 这证明使用魔力的人 已经离开了卧室 76号稍稍松了口气 即使他们能通过灵魂转移的方式 获得几乎无限的生命 也不意味着可以彻夜不眠 只不过断开灵魂与身体的连接后 休息效率要远高于睡眠 所以一天时间里 她只需要休息一两个时辰 就能恢复精神 通常来说 她入睡的时间要远远晚于女巫 没想到正是因为这个差别 让她观察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76号睁开眼睛 望着已经空无一人的床边 就在刚才 房间里出现了一柱亮眼的晨光 足有躯干粗细的光柱 直通天花板 将戒指的另一面 映成了一片金黄 这个程度的钥匙 已经超过了塔奇拉残存下来的 高阶女巫帕莎 仅次于联合会三席 虽然看不到对方的身影 但她知道那绝不是简单的隐身之术 而是一种要复杂的多的能力 难道来访者便是娜娜瓦口中的安娜或叶子 尽管离天选者的要求 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能看到这样的晨光 已经让76号心神激动 多彩魔石戒指的激活方式很简单 只要附近有人在施展能力 魔石便能吸收一小部分涌动的魔力 从而显示出能力的复杂程度 具体的表现便是透过魔石所观察到的 那一道道光柱 光柱越粗壮 就意味着要是越复杂 76号越想越兴奋 他索性走出房间 来到楼房顶层 风雪扑面来 他却感觉不到一丝寒了 若是平时 这种空虚无凭的感受 只会让他心生厌倦 可现在 他反倒觉得振奋无比 颇有一种迎风助力 在黑暗中追逐 最后一抹曙光的豪放之情 举起戒指对准城堡方向 听温蒂的说法 那里便是女巫的居住地 如今第一个高阶女巫已经出现 女巫联盟 还会给他更多的惊喜吗 他对此充满期待 然而就在这时 一变突生 手中的戒指忽然颤抖起来 似乎在与什么共鸣一般 而透过魔石 76号分明看到了一道 前所未有的光柱 它几乎就像一堵宽广的高墙一般 切断了半个天空 地零六九五章 狭路相逢这 这怎么可能 76号只觉得心里轰的一声 整个人都呆立在原地 多彩魔石 感受魔力波动的范围 有失限度的 理论上来说 超过摆布后 就无法观测到 晨光现象 它本就没打算 在这个距离观察什么 凭举戒指 不过是顺心而为 但是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深吸了两口气后 它眨了眨眼睛 再次将戒指凑到眼前 光柱依然没有消失 它所看到的并非幻觉 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切景象 一股难以形容的激动 冲上脑海 让它几乎无法自已 怕杀 什么样的人 才有资格被称为天选者 看到戒指边缘了吗 如果光柱能够充赢整个视野 那么 它就是我们所寻找的天选者 诺大人也只能占据大半个视野啊 所以 那人的潜力得超过联合会三席 我承认这很难 但除了这条路外 我们别无他法 记住 要是并不代表魔力的大小 也不等同于战斗力的高低 所以不要 漏过任何一位女巫 边缘 充盈视野 哦 怕杀 我看到的奇迹 远超过这一切 76号咽了口唾沫 即使把戒指 放到距离眼睛最近的位置 也仍然无法将整个光柱 纳入魔石之中 它的宽度超越了 视野的边界 必须平移戒指 才能堪堪目睹 这道巨幅之强的全貌 神明终于对人类露出了微笑 纳塔亚大人 您是对的 我找到了天选者 让罗兰打着哈欠 走进卫生间时 正看到杰罗趴在台前洗漱 嗯 牙膏呢 诺 小丫头稍微让开了个位置 顺手递给他一截 快要用光的牙膏 谢了 罗兰打了杯清水 将打湿的牙刷塞入嘴中 看着镜子里 一高一矮的两人挤在 狭窄的洗手台前 同步摆动着手肘的模样 他忽然觉得 这个梦境充满了喜感 杰罗吐完嘴里的泡沫 白了他一眼 你在偷笑什么 笑你个仔 罗兰用鼻音回道 接着小腿被踢了一脚 记得刮干净胡子 忽然太显老了 他驴起满头白发 开始竖马尾 今天可不要给我丢脸 不就是家长会吗 他叹了口气 将牙刷冲洗干净 我又不是你真正的家人 只是代理而已 用不着那么正视吧 而且想正视也正视不起来啊 衣柜里的衣服都是地摊货 等打扮出个精神抖擞的样子 就算不错了 对了 我还是觉得 你散开长发的样子比较好看 罗兰扎了砸嘴道 就算要扎也是 双马尾比较适合 要你管 然后他就被推出了卫生间 看来夏天结束后 小丫头的脾气渐长啊 是不是自己太过纵容他了 随着多次出入梦境 罗兰如今已经掌握了入梦的窍门 换句话说 当他不想进入梦境世界时 这个古怪的梦就不会出现 当然 他也不会再做其他的梦 而是直接一觉睡到天亮 如此一来 他便能更方便地控制梦世界的时间流逝 这两个多月里 罗兰除了进一步探索赫尔梅斯圣城外 剩下的工作便是闲逛各个图书馆 搜寻那些还留有印象的书籍 另外他发现 身体里流动的奇特力量 即使在记忆碎片中也依然生效 正因为这点 他的血缘探险之旅 比原先想象的要顺利的多 利用买来的攀岩绳和打孔鸡 他甚至深入到大教堂弟弟的 疏密机关查看了一番 虽然没有找到依莎贝拉口中的神导师 但藏书馆里的那些密史记载 和模式研究 倒也让他大开眼界 不过他无法利用疏密区密道 前往就盛成 路走到一半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头处只剩下无尽的黑暗 和红色的闪电 仿佛另一头已被虚空吞噬 看来杰罗战败时 依然怀着强烈的抵抗之意 才导致残存的记忆碎片 只保留下新盛城 这一片狭小的区域 依靠贩卖从盛城里搬出来的盔甲 罗兰手中的存款 正迅速增加 客厅里终于装上了空调 音箱也换成了一个更大的 公寓楼的生活条件 有了明显改善 当然麻烦事也不是没有 之前为了搭救杰罗 在街头一路狂奔的模样 竟被不少路人拍了下来 不仅传到了网上 还上了当地的新闻频道 好在没有一个人 清晰地拍到她的面容 加上她 及时将那套衣服当作 垃圾处理掉 才没有被杰罗看出端倪 至于这名一四五道家 究竟是谁 又为何会穿着一身 如此随性的背心短裤 抛头露面 甚至一度在网上引起热议 对此 罗兰的看法是 嗨嗨 没有钱还真是抱歉啊 现在总算不用为生活发愁 她自然将目光 移到了其他住户身上 她想知道 这些人的房间里 是否也藏着同样的碎片之门 除开 偷猛拐片外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用钱敲开他们的房门了 我准备好了 叔叔 我们去学校吧 杰罗整装完毕后 背着书包走到她面前 今天是9月12号 新学期开学的日子 需要家长陪同出席 罗兰眼前不由地一亮 她已经换上了一件黑色短袖 外加不过细的白褶短裙 下面是洁白的丝袜和运动鞋 看起来显得青春可人 而柔软的白发 竖成了两节搭在尖头的马尾 黄色的发带垂落两端 搭配上无可挑剔的五官 细腻透亮的肌肤 和浅红色的双瞳 就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 精灵一般 罗兰不禁伸手揉了揉她的脑袋 这样才对吗 我只是恰好想扎这样的辫子 不是你说了才扎的 嗯 我知道 是真的 我没说是假的呀 为什么我觉得 你在骗我 那是你想的太多了 她忍住心底的笑意 装作一本正经的模样 说道 快走吧 再晚就要赶不上早班车了 家长会的内容 不过是坐在教室后排 听取孩子们的 新学期目标和保证 这个年纪的学生 还没有习惯于撒谎 在家长面前 许下的目标实现起来 总会更加努力一些 罗兰原本以为 这个上午会平静地度过 没想到梦境 也会如此出人意料 怎么又是你 耳边想起了清脆的女生 她偏过头 发现身旁坐着的 居然是加西亚 10696章 智者胜 大概是不想被人认出来 她身穿一件格子短衫 和一条牛仔裤 头上还戴着墨镜和鸭舌帽 看起来十分低调 只不过四王子的记忆里 对这位三姐印象太过深刻 哪怕是把脸包个 岩石 听声音也能立刻分辨出来 罗兰忘了眼椅子 扶手上贴着的字条 确认自己没做错位置后 反问道 怎么就不能是我了 哼 她显然也看到了字条上的 名字 只好发出一声不满的鼻音 话说回来 你居然有孩子了 这简直不可思议 难道加西亚去了碧水港后 不但生了的孩子 还在永东之战中 被杰罗一起给吞了 表弟 她冷冷吐出两个字 好吧 看来也是个带打的 不知为何 罗兰心中略微感到有一些奇怪 加西亚对她的态度 似乎与初次遇见时起了些变化 虽然 不耐之情 仍然异于言表 但却没有了最初的轻蔑与厌恶 随着各路人员陆续续到齐 家长会终于开始 台上的老师 讲完新学期规划后 便轮到了学生发言环节 当杰罗站起来时 家长群中顿时涌起了一片议论声 而小朋友们也纷纷将目光对转了她 不得不说 在梦境世界中 仍保有女巫的容貌 真是作弊之举 特别是那一头纯天然的白发 和水晶般的红桶 更是把这份美丽 脱生到了独一无二的水平 由于学生发言时 家属也得起身作陪 罗兰不得不享受了一番注目礼 杰罗自然是别人家的孩子 而他则成了不成器的大人 这一点从其他家长眼中的疑惑和审效力 就能感受得到 其他人都尽可能穿得十分正式 像他这样卡通短袖 配半截裤的休闲打扮 实在和众人有些格格不入 重回座位后 罗兰感到加西亚似乎正在偷瞄自己 这让他心情更加憋门 对方戴着墨镜 偷看起来毫无顾忌 他要是瞪眼回去 发现对方其实根本没看这边 那就颇为尴尬了 结果没过多久 他感到手肘被对方顶了一下 一张纸条递了过来 就算是不懂 书法也能感受到笔触中蕴含的力量 但内容却让他心头微微一跳 你就是前阵子 在街上奔跑的那个神秘武道家 对吧 见鬼 他是怎么知道的 罗兰不由自主地望向加西亚 却发现对方仍在不停地写着什么 很快第二张纸条也到了他手里 不要抵赖 武道家对于身形的判断 以及行动细节的记忆十分敏锐 最初看到新闻时 我就觉得格外眼熟 现在总算确认了 你到底是不久前才觉醒的自然之力 还是从一开始 就在隐藏身份 老师回答我 记忆身形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就算把那些流传的视频 摆在他面前 他也没把握 一定能认出自己来吧 不过话说回来 加西亚应该不至于找到一个身形 相似的人就询问一遍 等把他和神秘武道家联系在一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已经证明他的观察力 确实远超常人了 难不成这便是他态度 有所转变的原因 罗兰犹豫了下 刚抬起手 一支笔已伸到了他手边 他本打算识口否认 将其斥之为荒谬之谈 但当笔尖碰到纸面时 一个念头忽然涌入他的脑中 老实说 他对武道家的兴趣 仅仅停留在看热闹的 吃瓜观众层次上 对亲自登场打擂台 一点想法都没有 在梦境世界里 他好歹也算半个创世神吧 打赢了 理所当然 打输了更加丢脸 而且就目前来看 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 就电视里展现出来的水平 他上去十有八九要输 一起收集书籍资料 和探索记忆碎片 研究自然之力的优先 程度并不算高 不过他发现 这次巧遇 或许会是一个不错的突破口 若能借此机会 同加西亚搭上线 找借口去他家里做做 那自然再好不过了 思极此处 罗兰歪歪扭扭地 在纸条背面写下了回答 自然之力是什么 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 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 你在装什么傻 纸条丢过来后 他还摘下墨镜 用眼角狠狠瞪了罗兰一眼 原来力气忽然变大 就是觉醒了自然之力 自然之力远不止这一个用途 你难道从来没有关注过 五道家协会的宣传吗 我对打架没有兴趣 也不想关心你说的这些 除了参加比赛外 五道家还意味着 维护城市秩序 和保障社会安全 那是什么 说起来比较复杂 我们找个地方详谈吧 很好 罗兰在心里 为自己的聪慧鼓掌 事情看起来正朝自己 所希望得方向发展 是吗 可我下午还要去公司一趟 晚上登门拜访如何 如果现在就一口答应 那么约谈地点 很可能是附近的咖啡屋 或餐馆之类的地方 而先用托词推托调 再到晚上再约时间 对方便不太好拒绝了 毕竟0825和0827相隔甚进 这时候晚饭也吃了 夜宵又闲早 家里就成了最合适的地点 果然加西亚犹豫了一会儿后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学生和家长们 一个个上台发言 当轮到她的表弟站出来时 人群中再次掀起了议论声 不过这次关注的重点 从成绩和外貌 换成了地位背景 她就是三叶集团的小公子 来得好像不是她的父母 都是大名鼎鼎的企业家 怎么可能有空来参加家长会 这位小姐也是三叶家的人 应该是吧 看她的打扮就知道不想被人注意 如果能搭上话就好了 省省吧 人家是什么身份 能搭理你 三叶集团又是什么鬼 罗兰翻了个白眼 听起来似乎是个了不得的大公司 不过既然如此 集团老总的亲戚 又怎么可能住在破旧不堪的桶子楼里 而且加西亚的表情也有些奇怪 尽管眼神隐藏在墨镜之下 但她轻轻捏紧的拳头 和下沉的嘴角 已经表露出了她的态度 罗兰隐隐觉得这里面 或许有不少故事 不过她并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等到晚上 她就有机会检验自己的猜测 是否正确了 第0697章 夜会加西亚 吃过晚饭 等到杰罗回房温习功课后 罗兰按约定 来到了0827门前 开了树下门板 房门吱压一声打开了 加西亚 依然是那副冰冷的表情 进来吧 走进屋内 罗兰发现 她的装修 要比自己公寓好上太多 一面换成了石墓地板 门口摆放着专门的鞋柜 头顶装有水晶吊灯 就连墙面的白漆 都重新刷了一遍 看光洁度就知道 绝不是桶子楼早期 预刷的原版漆 没有多余的拖鞋 你先穿我的吧 她指了指摆在鞋柜 最下层的一双 毛绒兔尔拖鞋 我喜欢穿大号的 对你来说 也应该不会太小 罗兰试着 把脚放进鞋里 小倒是不小 但这是冬季拖鞋啊 穿上去就觉得浑身发热 而且拖鞋上 那两团绒毛兔尔 她实在想象不出 加西亚穿着这副拖鞋 会是什么模样 根本和她距人于 千里之外的冷漠 搭不上边好吗 她走到沙发边坐下 对了 你这儿有水喝吗 晚餐的菜 可能放多了点盐 加西亚皱眉扫了她一眼 只有冰的 那就冰的吧 趁着她转身 去厨房的机会 罗兰探头向里屋望去 桶子楼里所有的户型 基本一模一样 不过是相邻的两户 左右对称而已 0827是隔壁的隔壁 那么正对着大门的这条通道 一定通往杂物间 果然 她在通道尽头处 看到了一个大小相仿的隔间 不过加西亚 显然已把她重新装修过了一番 还换上了推拉的板页门 好消息 把铁门给拆了 重新气一遍外墙 加西亚端着水回到客厅时 罗兰已经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 靠在沙发上 欣赏电视里的节目 谢谢 她端起水杯 你就一个人住这里 上午家掌会的时候 他们都说 你是三叶家的 我不是 加西亚冷声地打断道 三叶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甚至还可以说是敌人 敌人 罗兰正了正 那你的表弟 他们就是看准了这点 想让表弟劝说 我回去 他的神情有些郁郁 如果我走了 集团就能放手拆楼了 所以 隔壁的那个商城扩建计划 就是三叶集团的项目 不然还有谁敢 公然拆除这些文物建筑 加西亚疑惑道 你明明住在桶子楼 为什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要糟 对方可不是杰罗 而是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 如果在继承上三王女的性格 就更难胡弄了 嘿 我很少关心街巷里的事 加上前阵子丢了工作 几乎大半年时间都没有出过门 罗兰连忙换了个话题 你说的武道家 除了参加比赛外 还有别的工作 没错 比赛相当于鄙视和磨练 向观众宣传武道 与赢得奖金 并不是最重要的内容 对抗外界的侵蚀 才是我们的第一药物 什么侵蚀 他诧异道 你知道堕魔者吧 他们就是其中一种 也是最常见的一类 并非是觉醒了自然之力的人 失去了对力量的控制 而是来自于外界的侵蚀 让他们变成了另一种生物 加西亚 陈生道 普通武力对堕魔者的伤害 微乎其微 所以需要我们站出来 与其对抗 博兰不由得咽了口唾沫 他心里隐隐 升起了一股不安的预感 梦境世界被侵蚀 外界到底是指什么 这一点 无法告诉你太多 除非你加入武道家协会 并获得猎杀执照 为什么 因为不是所有 觉醒了自然之力的人 都会站在武道家一边 加西亚一字一句说道 有不少人 甚至希望外界力量 进入我们的世界 他们对全人类都抱有敌意 所以猎杀执照 不只是允许和堕魔者对抗 也允许武道家 杀死那些妄图扰乱 社会安定的觉醒之人 所以才会叫猎杀执照吗 罗兰顿时感到有些毛骨悚然 换句话说 如果自己被确认 觉醒了 自然之力 又不愿意加入协会 岂不是会被他们 当作天然的敌人 仿佛看出了他的担忧 加西亚摇了摇头 的确有一部分人 既不愿意加入武道家协会 也不愿意为那些 穷凶嫉恶者效力 这样的人被称为中间派 协会倒是不会对他们做什么 但堕摩者不一样 由于中间派 大多数喜欢单独行事 所以常会被敌人主动袭击 所以 你若是不打算加入协会 就最好永远不要暴露自己的力量 望着说了一大堆的三王女 罗兰不禁觉得有些奇怪 她看起来总是一副冷漠的表情 但实际上也没有那么难以沟通啊 回想起初玉石的那一幕 她甚至还以为对方是个 平时就不喜欢拿正眼看人的高傲大小姐呢 她将自己的疑惑委婉地说出来后 得到的却是对方无情的白眼 你见到我的第一反应 就是去摸背后的武器 难道我还要给你好眼色看吗 幸好你没有把它掏出来 不然肯定得去医院打石膏了 就在这时 加西亚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扫了一眼屏幕 不由地促起了眉头 我接个电话 说完她拿起手机走进了卧室 还顺手把门关上了 显然她不希望 罗兰听到谈话的内容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罗兰立刻站起身来 脱下拖耳脱鞋 光着脚 快步来到走到尽头 透过百叶的缝隙 她已经看到了 隔间里存放的东西 加西亚居然把它改装成了衣帽间 里面挂着的 除了各式衣裙外 还有不少女性内衣 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止 她探寻世界的真相 罗兰毫不犹豫地 推开百叶门 迎着衣服的清香走了进去 越过层层衣物之后 一扇铁青色的大门 出现在她面前 而且她还注意到 门上明明没有挂锁 把手处却落满了一层灰尘 与四周捷径的墙壁 罗兰深吸口气 轻轻将大门拉开了一条缝隙 咸心的海水位 瞬间涌入了她的鼻腔 远处传来水花 拂过沙滩的妈撒声 碧蓝色的大海 如同一道广阔无边的幕布 徐徐展开在她眼前 第0698章 夜莺的怀疑 从梦境中脱身而出时 已是隔天早晨 罗兰兴奋地在床上挥了挥拳头 自己的猜测应验了 不只是她的房间 灵魂之楼里的每个住户 应该都有着一扇 通往记忆碎片的大门 而大门连接的位置 十有八九 便是战败者们 寄托了最大西异的地方 仿若她没有猜错的话 三王女最后的记忆 就停留在碧水港 她的毕生心血 与争亡之路的起点 由于加西亚 随时有可能挂断电话 所以罗兰并没有进一步 走入门内的世界查看 毕竟她所处的位置 略有些尴尬 被一个武道家当作偷医贼 可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 离开0827前 她还通过抱怨 自家房中的无用铁门 向加西亚旁敲侧击 有关记忆之门的消息 但对方的反应 显得十分淡漠 可以称得上毫无兴趣 这意味着 她要么是在撒谎 要么是她 即使将整个杂物间 装修了一遍 也依然没有注意到 那张怪异的铁门 如果是后者 那就值得玩味了 说不定灵魂楼中的住户 根本无法接触到 这段被尘封的记忆 而自己是例外 才能看到 总之 这绝对是一个 令人振奋的发现 她自然没必要 把每一个住户 都探究彻底 结罗吞噬的魔鬼 才是重点 他们现在 也已成为了 灵魂之罗的居民 找到他们 进入他们的记忆碎片 说不定能找到一些 对神异之战 大有帮助的情报 来到办公室 温蒂已经在房中 等候多时了 书桌上摆放着一碟履历 正是有关狼心 四女屋的详细资料 尽管她已经从约扣口中 知晓了大致情况 但不妨碍 她再完整地回顾一遍 特别是那些 在狼心时发生的事情 罗兰一张张 翻看着 由温蒂和书卷 共同完成的记录 目光 最后在安妮的名字上 停留下来 最初听到安妮时 她还觉得格外耳熟 直到夜音提醒 她才记起了 血压会与狼心女巫的 那段恩怨 不过 安妮是个十分普遍的名字 特别是出生贫寒的 底层人民中 一百个女子里 至少有五六个安妮 出现重复并不稀奇 只是现在履历里 清楚地记载了她 的确寻找过血压会 不仅遭到拒绝 还差点被卖给贵族 那么很大几率 就是伊妃口中的安妮姐了 不得不说 这样的巧合 还真是充满戏剧意味 一周前 她已经收到了 从峡湾寄来的飞行秘信 称提利等人已经上路 现在航程差不多过半 就是不知道 两人见面时 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重逢并非全是喜悦 伊妃肯定会充满欢心和愧疚 但安妮呢 她会原谅那位 曾背叛了她的人吗 罗兰暗地里叹了口气 希望时间 能够磨平这道伤痕 她合上履历 抬头望向温帝 今天的行程 已经决定好了 是 陛下 后者回到 分别是北坡矿山 更奇机组装场 和混沌饮料场 由女巫联盟 带领新人参观吴东城 是温帝提出来的意见 她认为 这样能更好地 让外来女巫 熟悉当地生活 同时消除一些 不必要的提防和误会 自从罗兰 把女巫管理事宜 托付给温帝后 她也渐渐走上了正轨 从她挑选的参观地点来看 都能体现女巫 和领民相互协作的特点 还可以告诉那些 辅助女巫 能力的用途 并非只有战斗一条 罗兰满意地点点头 那么就交给你了 记得带上闪电和麦西 万一出现什么意外的话 她们也能帮你控制局面 毕竟温帝不擅长战斗 而她亦不认为 今后 每个新女巫 都会像安娜那么好说话 多两个在天空中警戒的帮手 外加转轮手枪作为武器 足够应付大部分情况了 我明白了 对了 你对那名引路人有什么看法 她换了个话题 您是说76号吗 嗯 罗兰喝了口茶 本来一名普通的熟身奴隶 不值得她亲自过问 诞架不住约扣 把她夸上了天 而听完老朋友的讲述后 她也对这种甘愿牺牲自己 而拯救别人的女子 生出一份敬意来 如果底细和来历都没问题的话 给她安排一份理想的工作 并不是不行 她和四位女巫的关系 都颇为融洽 特别是艾米 几乎把她当做了自己的亲人 我想76号 如果是个心怀恶意之人 也不大可能在危及关头 做出那样的举动 跟我想的一样 那么 让她担任女巫联盟的办事员如何 我记得你的办公室里 也才三四个人 人手多了 你管理起来会更加方便点 这个职位 没什么额外要求 薪酬尚可 同时工作轻松 只要能和女巫打好关系即可 温帝笑了笑 如果她愿意的话 我没有问题 不要 陛下 叶英忽然现身打断道 暂时不要给她任何职务 罗兰不由的遗政 怎么了 我 说不上来 她迟疑了下 只是觉得有些不妥 她奇怪地看了叶英一眼 沉默片刻才说道 我明白了 这件事 就先放一遍吧 遵命 陛下 温帝攻身告退后 叶英略显担忧地握住罗兰的手 抱歉 陛下 我是不是有些 太过分了 是因为安全上的问题吗 是 那么 这就是你应该做的 她拍了拍她的手背 夸恩卫道 吴东城的内务安全 由你来负责 慎重点 也没什么好指责的 不过 你的记录里并没有显示 她有任何不对劲之处 是哪里出了问题吗 听到罗兰这么说 叶英放松了不少 76号的确没有说谎 我的能力可以证明这一点 只是 她顿了顿 将自己的怀疑说了出来 我觉得 她在面对陌生人时 其反应并不像是一个普通的奴隶 所以 我希望能再多观察她一段时间 这样会更保险一些 第0699章 难以平静的心情 76号走进客厅时 四名女巫正围坐在圆桌前 分派着侍从新送来的食物 早安 艾米率先向她打了个招呼 快过来吃早餐吧 这次除了 面包外 还有煎鸡蛋和牛奶 我好久没有尝过这么丰盛的餐点了 嗯 她装出高兴的模样 坐到艾米身边 失去味觉后 食物仅仅只是 为了满足身体的需要 吃的过程 完全成了一种折磨 但数百年的磨练 让她已能面不改色地吞下这些碎屑般的无味之物 并依照记忆里 越来越稀薄的印象 做出相应的夸赞 嗯 这个真的好香啊 是吧 艾米一边嚼着鸡蛋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 上一次 吃到煎鸡蛋 还是一年多钱呢 才一年多就不要拿来炫耀好吗 断剑抗议道 我都快十年没吃过了 嘿 安妮清了清喉咙 还有从生下来 到现在都没吃过鸡蛋的人呢 谁 三人纷纷一正 我 安妮指着自己道 我一直想爬进去偷个鸡蛋尝尝来着 结果第一次尝试 就被老爹发现了 差点没给赶面杖打死 你的父亲 真是个正直的人 英雄敬佩道 正直 他怂怂肩 他只是怕被邻居发现 上门找他索要赔偿而已 我摸到手的蛋 全给他喂了自己和弟弟 客厅里 顿时陷入了短暂的寂静之中 嗨嗨 还是先吃东西吧 英雄略有些尴尬道 不 艾米第一个笑了起来 哈哈 原来是这么回事 哈哈 有了第一个 其他人也忍不住跟着笑出声来 就连76号都不禁翘起了嘴角 这群整日为了生存而挣扎的女巫 终于找到了一块安居之所 在这里 他仿佛看到了塔奇拉繁盛时期的影子 不对 不再是影子了 他告诉自己 这里即将成为新的圣城 女巫必然会再次崛起 因为天玄者已经出现 咦 你昨天没睡好吗 艾米伸手擦了擦76号的眼角 这里都黑了 哎呀 大概吧 76号低头到 昨天兴奋的一晚上都没有睡着 虽然只需一两个时辰的深度休眠 就能恢复精神 但不等于 他可以整日不眠 灵魂的过度使用 仍会在身体上表现出来 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最大的机会 毕竟身体损坏或衰老了 可以更换 而灵魂受窗 则是永久性的 但他怎么又能睡得着 或者说 他根本不想陷入黑暗的休眠中 76号害怕一切都是一场梦 一觉醒来 天玄者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现在最需要做的 便是找出 那道成功的拥有者 到底是谁 以及联系上怕杀 然而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听温蒂的说法 大部分姐妹 都生活在城堡区的女巫大楼里 她不是女巫 所以没法通过加入联盟混入城堡 唯一能依靠的 或许只有这些狼心女巫了 当然 她也可以铤而走险 一个人潜入境局 挨个甄别天玄者 但后者绝不是一个好选择 天玄者会不会听她的海俩说 光是拥有透视能力的 那位绿发女巫 就足够难缠了 76号 自认为没可能带着天玄者 在其他战斗女巫的追捕下 一路逃回迷宫遗迹 神伐军 固然是女巫的天敌 但不是所向无敌的 另外 当地领主的实力 也值得忌惮 能击败 拥有众多神伐军的坠心城 其本身就是种威慑 他们已经失去了繁衍的根基 就算击败魔鬼 也必须借助繁人的 力量来壮大自己 所以和四大王国打交道 是迟早的事 这一点 帕莎说得完全没错 不道万不得已 那就无可选择了 哪怕豁出性命 他也必须保下 这位能够主宰神异之战的命运之人 要不待会你再睡会吧 艾米言嘴笑道 侍从说 中饭和晚饭都会准时送来 我们不必像以前那样 整天出去讨吃的了 没关系 大纳瓦小姐 已经完全治好了 我 76号先是拍拍胸口 表示自己精力充沛 随后露出一副 犹豫的神情 本回温迪大人 就要带你们去参观吴东城了吧 我不想 一个人待在这里 那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艾米立刻回道 可是 没什么好担心的 不过是沿着街道四处逛逛吗 多一个人还能换着背下英雄呢 没错 断剑附和道 我也挺不喜欢一个人守在屋子里的感觉 到时候就麻烦你了 英雄朝76号笑了笑 安妮则沉稳得多 放心 我会跟温迪大人提的 谢 谢你们 76号深深地低下了头 不得不说 他已经喜欢上了这些后辈们 即使他们没有一个可以称作战斗女巫 但经过这400多年 由胜转衰的变迁 以及身居洞底 看不到曙光的生活 联合会的幸存者们 已渐渐改变了心境 然而 设想中的换人 背负英雄仪式并未实现 温迪过来时 还带来了一辆做工十分精致的轮椅 推动轮圈 即能前后移动 旋转单轮 还可改变方向 他亲自演示了一番 他是安娜和索罗亚连夜感知出来的 有了这个 英雄艺人 也能在小范围里自由行动了 听到安娜的名字 76号不由得一愣 那不是纳纳瓦所宣称的高阶觉醒者吗 他们会为了一个 失去双腿的普通女巫 做这种事情 谢谢您 大人 英雄的声音都有些哽咽了 不用客气 把吴东城当成自己的家就好 温迪柔声说道 我说过 这里的女巫都是你们的姐妹 就在英雄体验轮椅之际 安妮向联盟的负责人 提出了76号的请求 令76号感到心头一跳的是 温迪并没有很快答应下来 而是转头打量了她两眼 沉默了片刻才轻轻点头道 多一个人也无妨 不知为何 她心里忽然涌起了一丝不安的预感 难道审核还没有结束 10700章 第一位高阶女巫 只是现在担心也没有意义 哪怕会引人注目 她也得跟着四人一起行动 这是近距离观察城市 和女巫联盟的最好机会了 不然等到他们进了城堡区 想要再联系上他们 无疑会比现在难上许多倍 想到这里 76号朝温迪 入出略显惬意的笑容 妈 烦您了 我就说 温迪大人不会介意吧 艾米咧嘴道 倒是安妮似乎感觉出了什么 她忘了忘两人 没有再说话 我们出发吧 直到英雄稍微熟悉轮椅操作后 温迪拍拍手笑道 今天参观的第一站 吴东城的核心区域 北坡矿山 矿 山 五人齐齐一愣 挖矿有什么好看的 76号脑中浮现出了这样的念头 而且 他敢打赌 其他人所想的 应该也和自己相差无几 不管是在塔奇拉 还是在 陈希王国 挖矿这种工作 都是由奴隶或囚犯来承担的 矿洞里的环境极差 加上挖掘和运输这种重体力活 死伤 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也只有性命毫无价值的人 才会被丢进矿洞中 自生自灭 难不成对方的意图 在于训建 以此来告诉他们 这群新来者 不听从管教的下场 与其说矿山 倒不如 说是吴东城 力量的来源 温迪的语气里 并没有一丝恐吓之意 谁能生产更多的钢铁 谁就更能代表正义 这也是陛下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很拗口 对吧 相反 他在谈及国王时 眼中总挂着一抹 划不开的笑意 总之 你们看到时 就会明白 代表正义 76号心里将这句话 反复琢磨了数遍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走出外交楼 街道上的积雪 已经被清理过了 也不知道当地人 用了什么手段 小山包一般的雪堆 只剩下一滩水渍 新的雪花 仍在栩栩飘落 但比几天前要 小了很多 忙碌的自由民 随处可见 他们似乎都有 忙不完的活一般 步履匆匆 迎着小雪 穿行于大街小巷之中 明明是严酷的 斜月寒冬 整个城市 却充满了 一股生机勃勃的味道 五彩模石 再一次发热起来 他四处张望了一番 很快发现了 目标 喉顶有两个人影 不对 是一人一鸟在晃动 大概是来监视他们的 女巫联盟 在76号心目中的评价 再次上升了一截 相差无几 完全不像是 联合会衰落后的 野女巫组织 另外 他也确认了 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有绿发女巫的透视 加上飞行女巫的追踪 他不可能在暴露身份后 逃离此地 趁着路上有些时间 我先向你们简单介绍下 女巫自身 还有能力的一些知识吧 红发女巫 引着众人一路向北 边走边说道 从觉醒起 女巫就面临魔力反噬的困扰 教会曾把她称作邪魔尸体 事实上 那不过是魔力不断增长的自然反应 这一点 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 是 安妮平静 地点点头 不知道的 也很难活过成年 我是从断剑那儿听来的 艾米举手道 在野外流浪时 总少不了使用能力 我当时只是胡乱猜测罢了 断剑有些不好意思道 当初共诸会也是一样 还好我们撑了下来 温蒂感叹道 一旦成年 女巫 原有的能力 将得到进一步强化 并且有机会诞生出分支能力 具体表现 便是体内的魔力漩涡 变得清晰而壮大 那是什么 艾米好奇道 每个女巫都拥有的东西 像是一团不断旋转的气流 她宠爱似的 摸了摸小姑娘的脑袋 只有少数女巫 才能直观地看到她们 那就是魔力的具体表现形式 她的细节形状 决定了能力的类型 是 是这样吗 后者惊讶道 等到能力检测那天 这些都是需要记录的项目 温蒂微笑着说 到时候 你们就知道自己体内的魔力漩涡 是什么模样了 76号 不由得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种事关女巫延续的常识 难道还成了秘密不成 醉心城 到底在干什么 存活的女巫越多 她们制造神发菌的 原料也越多 为什么连这个消息 都要封锁起来 难道在这400多年的时间里 醉心城女巫 已经背离了 阿凯丽丝大人的意志 不过成年之日 并非是女巫 能力的终点 在成年固化之上 还有能力进化一说 温蒂接着说道 进化没有次数限制 也不会受限于原有的能力 只要不断加强 对自身与魔力的理解 能力就会不断进化下去 真的吗 艾米兴奋道 像我这样的 也能进化吗 当然 只要你努力学习就行 说到这儿 她掏出一块 嵌有红色金石的薄银板 仰头道 到我身边来 我想向新来的姐妹 介绍下你们 那是 聆听福音 76号的瞳孔 骤然一缩 野女巫 为什么会拥有塔奇拉圣城的遗产 不 她们确实有这个机会 例如从女巫帝国 散落各地的遗迹中 找到一两个余留的聆听福音 也说得通 只不过这种知识设备 一般仅配发给圣佑武士使用 在她印象中 艾米兴奋从来没有制造过 如此简陋的聆听福音 说 真的 她看起来 甚至有些像未完成品 如同某个女巫 临时做出来的试验品一般 红发女巫的话音刚落 天空中的人影 已直冲而下 很快落到了她的头顶 那是一位可爱的金发小姑娘 以及她的 宠物 一只肥瘦的白鸽 众人被吓了一跳 似乎还未从那块 能够自行发出声音的金石上 回过神来 初次见面 你们好 小姑娘露出灿烂的笑容 我叫闪电 是吴东城最伟大的探险家 我是麦希 咕 咕咕咕咕 鸽子跟着展翅道 天哪 鸟儿在说话 艾米瞪大了眼睛 她们是女巫 安妮镇定地道 能力应该跟变化形体有关 你猜得没错 温蒂伸出手臂 让鸽子停在胳膊上 而且 她就是一位 净化了能力的姐妹 原来不是宠物啊 76号忽然一愣 等等 她刚才说什么 这个叫麦芊的鸽子 居然是名高阶女巫 看着对方毫无威严地 蹭着温蒂的脸颊 听到介绍后 又曲卷翅膀 高高昂起脖子 似乎在展现自己的强壮 这 这也算是高阶强者吗 要知道在塔奇拉 她们都能进入联合会上层 成为圣城掌权者之一了呀 在每一位净生女巫面前 都应保持尊敬 这是联合会的铁律 76号 感到心中有什么东西 咔嚓一声 蹦出了裂纹